亲爱的朋友 我叫李道宏 我相信你跟你的孩子都熟悉 大卫杀死哥利亚这个巨人的故事 可是我们很少人知道 这个哥利亚他自己有四个儿子 他们也是巨人 他们长大之后 也带来这个以色列人的许多的麻烦跟头痛 甚至差一点也杀死这个大卫王 你知道圣经里面就记载在撒姆尔记下21章 他说菲利斯人又来跟以色列人打仗 大卫带着仆人他下去跟他们接战 可是大卫他就疲乏了 他不再像以前年轻或许他做王享受 他现在身体已经绝对不像过去 所以这个巨人的 伟人的一个儿子就要杀大卫 他的铜枪非常的大 而且他有新的刀 他几乎把大卫杀死 可是那个修雅的儿子雅比赛 帮助立刻的来救大卫 那一天大卫的这一个他的军队这些勇士们就启示他说以后你这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战 恐怕熄灭了以色列人的灯 你看见大卫王需要的是这样的帮助他的人 可是谁是席路亚的儿子雅比赛 他是跟随了大卫多年 他们有一次有机会杀这个扫罗王的时候 这一个就是雅比赛说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把他杀了 可是大卫说不行 扫罗王是神所高的 那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呢 没有错 巨人会不断的出现 一个巨人我们面对处理的 这个难关过了 还会有第二个再接着下去 也同样的是我们也看见过去的胜利并不保证我们就能够再一次面对 或许这一个巨人或者是这些我们遇见的难题会不一样 我们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来面对 更重要的我们看见 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帮助 我们不是一个人 是的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是一个人 长大了我们需要的是有这个敬钱的朋友 我们也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 包括家人我们所爱的人 你看见甚至伟大的人他也需要帮助 大卫他差一点就死在哥利亚的儿子的手上 可是他的朋友就帮助了他 提醒你的孩子 我们也提醒自己上帝祝福你